好 這麼熱的天氣可能很多人想要下個雨降溫一下了 氣象時間交給優蓉 內溫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持續來關心今天整體天氣 我們在畫面當中看到是在台北市區現在的實景畫面 早上的8點43分 現在溫度已經來到了30度 正中午時間會更熱 尤其台北市高溫還是可以上看到35度啊 36度 今天氣象局在一早也在發布了高溫檢訊 來看看哪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今天來說尤其南台灣 雲林 台南高雄 還有在屏東跟台北市 今天白天高溫都是有機會可以上看到36度以上 尤其今天的紫外線預估也幫大家統整 今天幾乎全台灣本島紫外線預估是亮起了紅色燈號 也就是來到了過亮等級 那另外外島來說包含上次在金門 蓮江還有澎湖 今天紫外線預估則是來到危險等級 提醒大家這外出時間如果沒有擦上防曬的話 20分鐘就會曬傷 所以如果你是從事一些戶外活動啊 或者是你今天如果要到室外去的話 一定要記得擦上防曬 多多補充水分 避免中暑 不過今天在東部地區來說 現在反而是受到這對樓營市的影響 所以在降下大雨 尤其花蓮台東跟恆春半島 現在反而是在發布了大雨特報當中 不過今天主要的雨區 反而是集中在今天下午時間 我們從地量將水預報圖可以看得出來 早上的時間比較悶熱 那在下午時段尤其受到午後熱對流的影響 所以今天尤其像是在山區鄰近平地 還是要順防的是午後雷震雨 尤其今天比較明顯的 包含像是在中南部的這一塊 幾乎亮起了紅色黃色的符號 所以以今天來說尤其像是在中南部 山區平地要順防午後大雷震雨 我們來看未來幾天的天氣上面的變化 今明兩天來說其實天氣都蠻類似 只要吹東南風 這幾天來說都是一樣悶熱的天氣形態 下午時間要順防的是午後雷震雨 至於週五到週日 這幾天風場開始轉吹偏南風 水氣增加 南台灣容易會有一些飄雨現象 但是整體在西半部來說 白天還是非常悶熱的天氣形態 我們來關心這幾天溫度上面的變化 北台灣來說 在這一週高溫可以上看34 尤其台北市區高溫有機會 可以上看到36度 中南部來說的話也一樣 白天也是比較悶熱 高溫一樣可以上看35度、36度 以上是這一節的特別氣象